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争夺羽量级泰拳世界冠军头衔 由于两位选手的知名度和过往战绩十分辉煌 此次比赛堪称是目前泰拳羽量级最强对决 所以这场比赛也备受关注 但很快就有遗憾的消息传来 苏波邦在训练中腿部受伤 不得不退出比赛 也有外媒报道 万冠军赛主席西游棠表示 将尽快找到替代苏波邦比赛的竞争对手 以便让达万才可以未免自己的金腰带 目前达瓦菜潜在的对手是21岁的伊朗新星 穆罕默德比西亚萨拉尼 他万冠军赛已经三战全胜 在9月8日万冠军赛泰拳规则的比赛中 首回合击倒了西提猜 并且取得了比赛最终胜利 但不得不说 苏波邦的伤退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 因为他在羽量级踢拳领域的表现实在抢眼 他进入万冠军赛后 先是击败老对手西提猜 紧接着KO乔治佩托西奥震惊世界拳坛 夺得金腰带 随后击败马拉特格里格里安成功未免 虽然今年1月被阿拉佐夫踢KO 失去了金腰带 但在今年6月的ONE 巅峰系列赛11中 苏波邦高扫腿 KO级别排名第5的泰范比霍斯坎 上演了一场王者归来 苏波邦在夺得踢馆冠军之后 就有打算进军泰拳领域成为双冠王 如今虽然丢掉了踢拳金腰带 但能够进行泰拳冠军战也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没想到殷商退赛 24岁的达万猜出生于1999年 跟泰拳传奇擅拆训练 曾三次在泰国获得冠军 并获得过轮披尼冠军头衔 去年达万猜凭借连胜的表现 荣获年度最佳泰拳手 他最近的战绩是在ONE 巅峰系列赛13比赛中 第三回合29秒 剔断了戴维特比奇利亚的哥布TKO获胜 虽然他曾在万冠军赛泰拳比赛中 输给过西题材 但就年龄和竞技状态来说 他也是目前当之无愧的 羽量级泰拳王者 想必很多格斗迷也希望他能够成功未免